现在我的机器看好了是A档 但是它现在屏幕显示的闪光灯模式却是自动的 但是它的感光度也是自动的 这种现象还有很多 比如咱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A档本来闪光灯不是自动弹出的 它却自动弹出来了 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诡异 但是有的时候我把它摁的话 你看 现在它又不知道跳转到哪个模式去了 它的感光度变成自动的了 而我的感光度初始的设置是0.7 而且在A档下 你看好了 它的光圈也已经开始随意的变动 你看你看 变化的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个机器这么乱 它不 你看闪光灯它又自动的自动的弹起了 而且我本来是没调那个画质的优劣程度的 它自己都切换成了基本的那个模式 你看它的光圈也随意的动了 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有的时候按一下这个锁定键 能有所好转 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还是这种情况